成立于1997年的上海季风书园终于关闭 自去年4月季风书园传出即将关闭的消息之后 上海乃至全国各地的读者纷纷前往书店 与书店做最后的告别 季风书园20年来一直坚持独立的文化立场 自由的思想表达的立场 也因此发展成为上海乃至中国有影响力的独立民营书店 那么这是不是也是季风苏园遭到扼杀的一个原因所在呢 好 接下来我们就邀请独立时评人 政治学博士吴强来分享他的观察 吴博士 你好 你好 各位听众好 观众好 季风被迫关闭了 很多读者认为这和他长期秉承的独立自由立场有关 而这个立场却正是中国当局非常忌讳的 吴博士 您的看法 对 这个立场当然是当局比较忌讳的 但是这个立场本身代表着什么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我自己跟季风书园的前老板 闫伯飞先生比较熟悉 在过去几年自己也曾作为嘉宾 到季风书园做过一些演讲 在我个人观察看来 这个抽象的独立文化立场和自由思想表达的背后 我相信当局所忌惮的是 季风书园所代表的两层含义 一层含义是它是上海一个难得的少有的公共空间 这种公共空间是公民社会的一个代表 也是上海过去这么多年 中产阶级也好 知识分子也好 他们逐渐聚集在季风书园 以季风书园为中心形成的一个疏散的网络 这个网络的形成是以季风书园为中心的 在当局看起来 这是一个公民社会的隐形的一个团体 是很难以容忍的 在我看起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 其次 季风书园它对普通市民的影响 也是非常深远和巨大的 比如说我个人自己做过两次的演讲 那么很多上海以及全国各地的学者 作者都以季风书园为基地 曾经都在那边经常的做一些演讲 季风书园实际上是上海我个人观察 唯一的一个少有的这么一个平台 能够让很多人能够在那边交换思想 交换看法 这个跟现在的体制感觉是越来越难以兼容 这是当局真正忌惮的原因 特别是在前老板闫言伯飞主持期间 他从2008年就开始遭遇了一个困难 这困难持续到现在某种意义上讲 那现在的新老板只不过在继承了 原来上海当局一直对季风书店的一个高度 政治性的一个看法 好的 那么季风书园开办20年来 它从一个上海当地民营书店 发展成在中国有不少影响力的一个标志性的书店 一个心灵和文化上的家园 那你认为季风家园如此受欢迎在中国 它原因都有哪些呢 我相信这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我们知道中国很有意思 一方面市场经济发达 另外一方面在精神领域是相当的空白 我们能看到中国无论是上海还是北京 教堂的数目非常少 但是信众很多 读书的人当然很少 但是更少的是这种书店 书店是非常的少 跟我们熟悉的 比如说法国 意大利 德国所看到的 到处都是书店的情形 简直是天壤之别 如果说中国存在文化沙漠的话 那么中国大陆相比台湾 相比香港来说 真正是一个文化沙漠 所谓的文化只是养在高校里面 但是书店能够说建立起这种校园 建立起知识分子和大众联系的 这么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中介 公共空间这个平台 书店却是非常的稀少 我们现在在中国 你可以到处看到药店 到处看到百货商场 但是书店是非常难找的 连新华书店都非常的少 何况像计分书园这种独立书店 所以我相信这是他受欢迎的 一个最重要原因 他是某种意义上讲 他已经成为一个象征 成为一个标志性的 一个工作空间 比什么都重要 比图书馆本身还要重要 好的 现在我们看到 季风书园他终于倒闭了 那这是否也可以让外界 看到中国目前紧张的 这个政治气氛 请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我个人倒不觉得 现在政治气氛很紧张 虽然现在我很多朋友 也在计分书园的里面和附近 他们一直在发回现场的照片 我们看到很多读者聚集 在计分书园 在唱歌 在默默地陪伴计分书园 最后关闭的几个小时 现场有很多警车 而且开始对季风书园的人群 开始进行限流 但是我个人不认为 这是一个政治气氛紧张 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 这是一个上海的一种管制模式的体现 而且这种管制模式 会在将来会成为中国 一个普遍的管制模式 我们知道在上海 公民社会组织数量是很少的 很稀少的 那么计分书园 它已经成为上海仅存的 一个公民社会的一个象征 在这种情况下 它受到当局的一个忌惮和打压 其实我总体上讲 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目标和进程 这跟北京的情况是不太一样 北京仍然有一些类似的书店存在 还有更多的公民社会组织继续存在 那么北京的空间相对大一点 那么一个独立书店 不至于会成为这么一个 当局欲除之而后快的一个目标 但是上海却是一个缺乏创造力的城市 它把思想进行高度的统一 经济的活力其实也是越来越低 所以上海我们看到 阿里巴巴不在上海 腾讯也不在上海 很多新型的创新型的公司 都不在上海 上海实际上是一个 缺乏创造力的城市 但是它是一个表面上很精致的 一个资本主义的城市 那在这么一种精致资本主义城市 管制模式之下 书店所存在的一点 仅有的一点自由主义的空间 也是为当局所不容的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真正的上海模式的一个底线 这才是我观察到的 好的 我们感谢吴强博士 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